二战时期 日本侵略者曾经在中国大地上犯下了无数的罪行吗? 其中有很多让日本人都看不下去了, 于是便有了这本日本昭和年代的不许可写真史。 这是日本昭和年代的不许可写真史中的一张图片, 图片的中国同胞直挺挺的躺在大马路上, 乍一看像是睡着了,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的他的姿势有些扭曲, 事实上, 他是一位被日本军残忍杀害的中国同胞。 小编不懂日文, 但是从下方的解说词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张拍摄于昭和七年的照片。 照片中的被俘虏的中国人, 应该是当时的抗日组织队员, 在大雪天里, 他们被日本鬼子赶着不知道了要到什么地方去。 在这张图片上, 有两张照片, 其中上面的一张是被日版鬼子碰上的中国人, 他们高举着双手, 似乎在表示, 自己没有任何法操的意思。 下面的一张是遭受过日军抢劫的城市照片, 在道路上, 东西洒了一地, 一片破败的景象。 日本鬼子抓着一个中国同胞, 不知道要去向哪里。 从他们的服饰可以看出来, 这是三个参见亨时活动的英雄小少年。 不过很不幸, 他们被日本鬼子抓住了, 虽然背后和四周都是一批让人憎恨的日本鬼子, 但是三个小少年的脸上都毫无句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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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